你有沒有用客的腦袋? 你問? 你問什麼呢? Fan仔,拆桌子 來了嗎?等了你很久 六四無雕事 輸了,留下快爬 Fan仔,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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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光頭波 為什麼我們剛才會打這個球呢? 是因為我們準備開一個新的系列 叫做... 屋村油花園 嘩,不是很敢放手 你可以先拿著我嗎? 我先拿著我 你拿著我怕炸頭 哈哈哈哈 穩住了 OK,穩住了 那我們這個系列呢 主要是帶大家去一些香港另類的屋村 拍照啊 拍卡啊 今集我們就來到 愛文村 看著鏡頭燒 嘩,真的掉了 剛剛掉了 掉了 我們現在是... 滅啊滅啊 滅啊滅啊 我們真的都滅啊滅啊 我們來滅啊 我們來滅啊 yo 滅啊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愛文村 其實是一個很原始的公屋來的 這樣呢 這樣呢 它這裡呢 它的結構呢 所有都是很正方 拍照就很漂亮的 其實這裡呢 有兩個很有趣的東西 不過我們拍完照之後再跟大家說 yo 哈哈哈哈 哈哈 哇 好漂亮啊 這裡 好有特色啊 因為它這些屋村呢 始終是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呢 它會比較簡潔 還有它會比較開揚 所以拍照的效果呢 會特別好 嗯 哦 Some人 哇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這裡有兩個很值得說的故事 很多人都說過以前學校和家是一個墳場 但其實這個外民村100年前真的是一個墳場 而村民就稱這一塊是一個鎮鬼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好像叫鎮鬼亭 陳偉廷的朋友,鎮鬼亭 第二件有趣的就是因為這裡是傳統的屋邨 很多電影都會在這裡取材 1961年的時候就上映了一部電影 重逢斜,這是一個警匪片 裡面有一幕說到有一間金行被人打劫 而同一年這一幕的劇情真的在現實中發生了 正正就是那個金行被人打劫了 跟大家上完一點點歷史課 我們今天最緊張刺激的 武長問答遊戲環節出現 好刺激啊 等一下我們三個就會包剪刀 輸了一個就要問我們民村的街坊 這裡附近有什麼好吃啊 很醜污,很醜污 我也很刺激啊 哈哈哈 好刺激啊 包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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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開頭過來 傻子 哈哈哈 我在想為什麼我們的片這麼差 我就想開始學習人家 就開始學人做街坊 人家做街坊,我做街坊 最會這麼失敗的 先生你好啊 可以做一個訪問嗎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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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樣子 我的樣子 麻煩 麻煩 杜德亞來的訪問技巧可以出在哪裡呢 是兩位 教我們做一個訪問嗎 不介意啊他們說 我們先不要抖著 兩位 教我們做一個訪問 教我們做一個訪問嗎 不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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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假裝答這個訪問 成功答到這一間 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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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香啊 神經病 哈哈哈 神經病 不是 他的答案是說 哎呀道兄啊 怎麼來啊 你感到很聞 自己看看有沒有知道 怎麼吃都會看到 每天每天 是不是現在的九十後真的呢 前驚大腦 講到話 有沒有用一下腦 腦袋是不是坐著 你老師先生有沒有教你 你先生有沒有教你 你問 你問 你問什麼呢 你問什麼呢 我經常介紹過 很多飲食節目都介紹過 你問一下吧 好啊好啊 天馬快餐店 好 謝謝你 問一下 這個樣子像喜歡吃東西的 有一點 是 問一下坤太的腦袋 坤太 他剛剛叫做天馬快餐店 這些難事真的很無聊 下次不拍了 這個誰想出來的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這幾天下雨 我們剛剛吃完這個漢堡包 為什麼要這樣拿呢 這樣好像有感覺 那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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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給個review 認真那裡是便宜的 認真那裡吃過飯 還有吃過下午茶 都是30到40元 這些價錢 然後 完了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那個餐廳呢 其實它有一個漢堡 那一塊牛扒呢 那麥當勞就這麼小 是牛肉來的 那它就這麼大塊 但是都是30元 然後還有薯條還有飲食 好吃 很平民的 那些學生的餐是30元 其實帶就要拿走去吃 因為它的位置不是太多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是最好的 它是呼籲人 自己吃完的東西是自己丟進去 你免得多一個人 但是這件事是很好 是啊 是要批判你了 是要挑剔的啦 你沒有說 喂 你不可以這麼婦女 你不可以這麼暴侶 我都沒有說過話 我都沒有說過話 你今天有很多挑剔性的說話 你拍什麼平民就不漂亮 你拍什麼呀 哈哈哈哈 對不起